哈喽大家好,我是Apro,欢迎来到HiClubs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去选购一款适合自己的外用表 当我们在选购一款外用表之前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你应该知道你要用这款外用表去做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初级的电子爱好者呢 我觉得你更应该注重的是这款外用表的性价比 选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外用表 那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电子爱好者 或是已经从业很久的工程师的话 那我觉得你在买这款外用表的时候 更应该注重的是这款外用表的精度 选一款精度比较高的外用表 那如果你是一个搞强电的 那我觉得你最应该注意的是这款外用表的安全等级 就是这个CAT CAT从1到4等级越高,安全系数越高 那除此之外呢 你还应该知道你要用这款外用表的哪些功能 一般的外用表呢 都有这个测量、电压、电流、电阻这三个功能 除了这三个功能以外呢 外用表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测量二极管的功能 测量这个频率的 当然这个测量频率的是一些低端的外用表是没有的 然后还有测量温度 如果你需要这些功能的话 那你就去选择带有这些功能的外用表 目前的外用表是分为几类的 像这种是比较普通的外用表 然后它是采用这种自动量程 所谓自动量程呢 就不用我们去预估这个测量范围 直接可以测量 像这种外用表呢 是这个手动量程的 手动量程的外用表呢 就需要你先预估你所测的这个电压范围 比如我测一个16伏的电压 我预估它是16伏 我就打到这个20伏的档来测量 如果你要是估算错了 比如我要测量一个220伏的四电 我打到了交流的20伏档 那就很容易把这个外用表烧坏 其实这种手动量程的外用表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技术了 目前这种自动量程的外用表 价格其实不贵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尽量去选择这种自动量程的外用表 除了这两种外用表以外呢 还有这种按键式的自动量程外用表 是众移出的 大家看如果我要测量这个一个电容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来通过按键的方式去 按出这个测量档 除了上述的数字外用表之外呢 其实还有这种指针式的外用表 这种指针式的外用表是很经典的 目前已经处于被淘汰的边缘的外用表 这款外用表呢是天宇的MF47F 是我在上大学大概七年前左右买的 我当时买它的价格呢是大概七八十块钱 现在应该会更便宜一些 很多人说这种指针式的外用表已经被淘汰了 那我在前段时间发现了一个它有 但是数字外用表没有的功能 那就是用它来测量通断 像数字外用表你测通断的时候必须处于开机的状态 它就会耗电 一段时间呢它就会提示自动关机 那这个外用表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现在处于待机状态 然后我 你看我就可以去测量这个通断 那这个功能呢是你在去抄别人 学习别人的电路板的时候 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能 除了上述我介绍的几款手持式外用表之外呢 还有这种台式外用表 一般台式外用表都是五维半六维半的高精度外用表 说实话我不太推荐大家购买 主要原因呢是它比较占地方 同时价格比较昂贵 我们一般来使用的话 用不到五维半六维半这种高精度 除非你是搞那个小信号检测 或者是公司用 个人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购买手持式外用表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在选购外用表的一些细节 首先呢是外用表的精度 以这款弗洛克的17币加为例 它是一款三维半的外用表 所谓三维半呢就是第一位是显示不到9的 然后其他三位都是可以显示0到9 所以就是三维半 三维半 那这款呢是丽丽谱的 是一个四维半的外用表 我们打到电压档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位呢也是显示不到9的 其他都是可以显示0到9的 所以是四维加半位 四维半 这就是所谓的四维半 我们在选购外用表的时候 除了要关注外用表的测量精度以外 我们还需要关注外用表的测量范围 像这款外用表呢它的电流档最高是可以测到20安培的 像弗洛克这款外用表呢它最高是可以测到10安培 除了最高以外像有一些外用表呢它是测不到微安的 像我之前做了有一些超低功耗的项目的话 如果测不到微安的话这个外用表是没法用的 如果你要测量的电流非常非常大的话 那你就需要购买这种前四外用表了 像这款UT210E它最高是可以测到100安培的 大家在选购外用表的时候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反应速度 我们以这个通断档为例 咱们先来测试这个粒粒谱的外用表 大家可以看到反应很慢很慢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这个胜利的这款外用表 反应速度就很快 这个测通断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是很有用的 比如我们在测一个芯片 它哪个角是连通的话 我们会拿着这个外用表一端放在眼线上面 然后另一端在单片机的一排眼角上滑动 如果反应慢的话是识别不出来的 像有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外用表呢 上面都有一个REL三角号的这么一个键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键的用途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电源输出的是1.3V 然后我的外用表显示也是1.3V 当我们按下这个real键之后呢 它就变成0了 也就是从0这块变成一个机值 当我再调高这个电源的电压的时候 是在这个基础上晚上增加的 也就是说这个证实值减去刚才的值 是外用表现在显示的这个值 这就是REL三角号键的用途 关于外用表的选购 除了我上述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买品牌的外用表 不能买一些杂牌的外用表 像国产的我比较喜欢这个优利德 像利利普 胜利 包括新成立的这个公司 仲仪做了没几年 都是很不错的 进口的包括弗洛克 日本的日志 还有那个士德 这都是不错的外用表厂家 像有一些呢 不是专门做外用表的品牌 比如说士达啦 还有台湾的宝宫 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他们不是专门做这个外用表的 所以我对他们不是很信任 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在买外用表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外用表的做工 像这款优利德的外用表做工 真的是很不错 大概是在300元左右 它和这个胜利的86E 它俩是一个档次的 但是说实话 这个86E的做工是远远不如这个优利德的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电池都是那种卡扣式的电池 而不是有个专门的电池盒 安电池的 但是它这个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关于这个做工 还有一个主要的呢 就是它这个外壳 外壳的柔软度 保护程度 这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重移的这款就不是很软 不是很软的话 你拿在外面就很容易给磕坏 最好的呢 当然还是弗洛克的 弗洛克的外用表 保护的是很到位的 在买一款外用表之前 我们还可以到网上去找到 这款外用表的猜忌照片 然后看看里面的PCB做工如何 最后综合来选择这款外用表 关于外用表PCB的做工呢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给大家来拆开看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后面我会给大家拆一些外用表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如何去定义一款外用表PCB的豪快 最后插播一条广告 就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一般视频相关的东西呢 我都放到了B站 但是同时我还写一些技术相关的文章 都是我总结的 在我实际做电子的过程中 积累的相关技术文章 我放在了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加个关注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